好 副總統賴清德傳出 維安居然出包了 事情發生在去年的十月十九號 當時賴清德的車隊呢 正要前往這個新北市萬里替 當時的民進黨新北市長候選人 林佳龍來站台輔選 但是維安居然出現漏洞 車隊當時在刑警了 臺北市羅斯福路的時候 不見警方在控登周管 直到車隊到了臺大之後附近呢 才出現了零星的警力來控管周通 臺北市警局在介入調查之後 坦承疏失 現在針對八名人員 即申戒處分 零佳龍動算 零佳龍動算 手拉著手高喊動算 這團結激昂的奏述畫面 是去年新北市長選戰 故鄉在萬里的副總統賴清德 出席助攻林佳龍拉台聲勢 沒想到前往的路途中 卻爆發偽安漏洞 副總統賴清德的座車 在行經羅斯福路 一段要往木柵方向行駛的時候 卻因為特勤工作出包 導致車隊受阻 也讓副總統的維安亮起紅燈 賴清德車隊經過羅斯福路時 全線幾乎沒看到警察執行 直到經過台大才出現零星警力 按照規定車隊外出前一天會先通報 轄區警方要求交通分隊控燈交管 當天派出所警力也會提早半小時到現場入口 加強維安戒備 這回不慎出包也被質疑是哪個溝通環節出了問題 那我想這部分應該要確實做好 這個如果有沒有做到確實的地方 就應該要要求改進 維安這個是有既定的一個規格 還有他一定的一個SOP 這個很顯然是有檢討的空間 畢竟關乎副總統維安立委呼籲不得馬虎 台北市警局深入調查發現 警方第一次接獲通報時 住民不控燈也不需交管 沒多久又再度接獲通報 才住民要控燈交管 但兩次通報單讓原警以為重複 傳送才沒有修改到內容 後續也針對八名人員 宇寂審刑處分 記者會好少說話 齊博報導